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里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明星的国籍的事情 这两天啊,这个香港明星谢霆锋 号称是退了这个加拿大的国籍 保留这个香港籍 那么这个在网上也陷进了一个论 这个呢,我想让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看到一些评论说,哎,你不是加拿大人吗 其实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评论 其实我也心里面会,哎呀,各种一下 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其实我,我也已经把我 推掉加拿大国籍的这个 已经再申请了 好,视频看完了 那么谢霆锋做客电影频道 是蓝语会客室反弹 面对国籍的这个质疑 他正面回应说,我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我已经申请退掉加拿大国籍了 美食也好,动作电影也好,音乐也好 无论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身份 谢霆锋表示啊,只想把中国文化 中国精神传播给全世界 对这个事情,我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一个就是,谢霆锋 他是什么时候搬到 就是申请了加拿大国籍 那么应该是他很久以前 他小的时候 或许是在1997年之前 对吧 那个时候啊,一方面他的爸爸 他父母肯定是为了一个教育环境 把他挪的,把他移到加拿大去了 加拿大去上学教育 一方面是不是也受什么 97回归的影响 因为我认识好几个香港的朋友 他们都是97年之前 移到澳大利亚去了 后来又到内地来做生意 对吧,认识了 他跟我说很多人就是97年之前 跑了 因为不知道香港回归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很害怕啊 那么呢,谢霆锋是不是也是 他爸爸也是受这个影响 把他移走的,都有可能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谢霆锋 多少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移民到加拿大 不代表他不爱国 不代表他是什么重阳没外 对吧 那是一个潮流 那么同样 他这个时候放弃加拿大国籍 要又保留香港籍 也不代表他多爱国 我认为这个事情不要扩大 没必要上干上线去解决 就是个普通现象 对吧 第一个,香港从今天开始 对吧 他已经开始有对国籍 好像有动作了 那么就可能是 以前香港是 允许保留双重国籍 他是承认的 那么你 香港有很多 大概有几十万人 同时有香港籍 也有加拿大籍 或者是同时香港籍 或者是美国籍 因为人家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他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香港也承认 他拿了加拿大的护照 让在香港赚钱 这是天津地义的 也没什么问题 没有任何障碍 那么内地现在又穿越风言风语 说什么 县吉令 对不对 就是国籍 什么国籍的明星 能在内地 对吧 演绎 能在这个娱乐市场 去打拼 所以说 这两种趋势下 邪天风 权衡一下 那么他放弃加拿大国籍 保留香港籍 这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对香港籍 香港的这个护照 有多大了解 我记得应该190多个国家吧 是免签的 就是 待遇非常高的 不像咱们大陆的护照 很多地方 也没法免签 所以说 就从护照 对外的性质来讲 那么 他放弃加拿大的 保留香港的 其实他损失不大 没什么大的损失 这是邪天风这个 那么 所以我的意思 这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个人的一个行为 没必要删干删线 又是爱国了 一走了就是卖国 修回来就是爱国 谈不上 那么 这吴多佑 前一阵子这个 陈凯歌的儿子 叫陈飞宇 他好像满了18岁以后 他就开始 也是准备材料 放弃美国籍 要成为中国籍 这个 这个现象 其实跟谢天风差不多 大同小异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比谢天风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显得更加 这个高善一点 或者是更加选择难一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美国籍 选中国籍 那么从护照上来说 那中国护照呢 你现在很多的权益 就是要稍微差一点 你去哪儿都得签 对吧 跟那个美国护照 你基本上好像去哪儿都不用签 免签的多 对吧 那么他是什么情况呢 他我也不太清楚 他可能是他 因为陈凯哥的媳妇叫陈红嘛 那么这孩子肯定在美国出生的 那么直接就是美国籍 但是在美国出生之后 他可能大了之后 他肯定是回国了 在国内发展 因为你想陈凯哥陈红 都是国内演艺圈的大腕 一个殖民演员 一个导演 第几代导演 那么他也大量的演艺资源 这个手头上都有这种资源 那么他的孩子 说实话 明星的孩子演电影 这都是代代传承 有传承的 所以说也很正常 那么他在国外演 谁看的 他国外基本上出不了头 没有任何资源 出不了头 只能回国演 演给中国人看 对吧 那么他家人 他父母又有资源 回国发展日来 他在必然之路 只有这种可能 那么回国发展 现在刚才说的 就是在县级令下 在这种什么爱国氛围下 你只能要中国籍更好发展 所以他放弃美国籍 选中国籍 这也是他为他的事业着想 否则他的事业 也可能受影响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他的中国步骤 那肯定是比美国步骤 可能要差一点 那么他的选择 比谢霆锋的选择要难一点 对吧 他的选择压力要大一点 这个我所以说 他比谢霆锋高善一点 这是开玩笑一说 对吧 反过来说 作为这个陈飞宇的 爸爸叫陈凯歌 陈宏 那就是折腾 对不对 你都根本没想进 孩子能干啥 他的未来方向是啥 你把他在美国过籍 现在爸爸要往中国移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移回中国 你退出美国加入中国籍 这个反正 那个是很复杂的 一套程序 因为中国是不接受移民的 很难的 所以说你父母也很折腾 因为你的孩子能干什么 你如果从小要当律师 当个工程师 或者干啥 你可以在美国生活 你的孩子还要当演员 那你只能回中国 在中国 你何必把它整到美国去呢 你不就折腾吗 我再谈一谈 我这个对限机令的看法 这个限机令啊 实际上是若有若无 不是网上传言的那样 说明星怎么样 外籍明星不能演 而且这个具体的规范也没看见 都是传言的 对吧 管典总局并没有发一个真实的玩意下来 但是咱们哪儿都听的话 要限机令 限机令 我想是这样的 这个限机令啊 真的是大可不必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为什么呢 你限机令 你是目的是什么 出这个东西 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你达到什么目的 你是不想让那些外国人 在中国赚钱是吗 因为中国韭菜太好割了 演艺圈太好混了 那外国人都把中国的钱赚走了 你是为了限制这个吗 还是为了限制什么 本身你是中国人 你又移到外国籍 但是你又在中国这要赚钱 这不行 我看不过去 对吧 你是限制 你到底要限制哪种人 限机令 是要干什么 达到什么目的 我想呢 你不管是哪种人 实际上都没必要去操心 如果他是外籍 外国籍 在中国 那么外国 外籍人士在中国上班 在中国工作 从事什么事 都是有一套法律规范的 他都必须要获得一个签证 在中国上班 他有一个劳务的这种 许可 他有没有办 你依法管理就完了 对不对 什么詹铁林 他要回国燕电影 那你是英国人 对不对 你回国燕电影 那你有没有办这手续 要办呢 没办就罚呀 这是一个 对不对 然后人家在你赚钱 那是劳务双方的事 人家给他一个亿一级 那是人家资方的愿意的 你管人家怎么赚钱 反正人家赚钱 他一样把税留给你的 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去 那么 是为了说教育那些 你本来就是中国人 你要移到国外去 然后你回头在中国赚钱 在中国待着 你在选着的 对不对 外国籍 不爱国 这也大可不必 对吧 你只要在 所有的综艺节目 所有的电视剧里面 电影里面 包括他做的 宣发 对吧 宣传活动上面 你把他的名字后面打上国籍就完了 这作为一个要求 因为中国人他确实缝不清 长的就是中国人 你就是个中国人 但是 偏偏是加拿大籍 确实能蒙蔽人 对吧 你偏偏是英国籍 刘依菲他是美国籍 但是中国孩子一看他以为 这是中国人嘛 对不对 实际上他是美国籍 咱又说要拍这个 八国类军火烧云云云什么的 对不对 那还没人拍了呢 对不对 那都是要请外国人 那你全请中国人演那个外国人吗 不现实吧 其实他现在管理组织 也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门出来 我也认为他也发不了这样的门 他这种内部就卡 所以我觉得这个 献金令没有必要 这种 这种这个 献金令是一种小农思想 根本放不着 你只要他在这演 有人看 那就是来演嘛 而且 明星他爱往国外走 就往国外走嘛 别人明星移民到国外 你就说人卖国 又不是说你国家花了多少钱 培养了什么科学家 高精尖技术人才 什么核导弹人员 对不对 你说 不让人走 这些演员走了走了 加上带有参生出出 大大大量的演员在 无所谓 所以他走 够不上卖国 没必要把他上 这个道德高度上去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想以后愈演愈烈 我感觉 我有很多的外籍的这个 就是中国人 对吧 也移民到国外去了 然后呢 现在在国内这个演电影 从事这个娱乐业 那么很多这样的人呢 后面可能陆续的 要把国籍变回中国籍 肯定会 不会是 就是谢霆锋和陈飞宇两个人 还会有其他人 马上就要做 所以大家要 见怪不怪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